欢迎收看李军访谈 中国经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怪胎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谈这个话题 那么从十几年前开始 西方就有一些经济的学者 包括一些媒体人 他们在预测中国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 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崩溃 中国金融系统要崩溃 十几年过去了 好像他们都误判 那么是真的误判了吗 他们错了吗 其实他们也没错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预测的 因为市场有它的运行的轨迹 当你出现什么问题之后 会出现什么什么现象这样推理 所以按他们这个理论来说 是没有错的 但是他们又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确实不了解 中国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 中共在整个操纵经济中有多少手段 多少很让人离奇的想法 甚至就是很多非常偏激的做法 这是在我们这样的一种市场经济 或者在西方社会的人 他是想象不到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帮大家来分析一下 中国经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怪胎 我们今天来取一个截面 就是房地产 当然还有其他领域 我们先从房地产说起 应该说2008年的时候 美国当时就有一个社会学家 也是研究经济方面的 他提出来了说 中国的房地产出大问题了 中国房地产要崩溃了 那么提出了中国崩溃论 是吧 因为房地产崩了 那可能就跟日本一样 整个经济就处于一种停滞状态 那么那时候中国的房地产 是不是出了很大问题呢 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了 我给大家用我自身的例子来举例 一形容大家明白了 那我当时生活的城市呢 是在中国的南京市 因为江苏省的省货 应该算长三角地区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那么我在03年 在南京那个地方买房的时候呢 那时候一平方米的房子是4000块钱 那么其实那时候买那个房子 对我还是有压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时候工资一个月也就三四千 也就是说我一个月的工资 只能买起一平方的米的房子 但是我买了125个平方 但是呢 因为当时包括我 包括我的妻子 跟我一起去还贷 所以我们勉强这个小家庭 自己付首付 自己去还贷 还是能够撑得起的 当时已经有一定的压力了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房价 大概涨也不会太涨 但是后面的涨 从03年到08年 就是美国这个学者说 中国房子产出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那时候房价是多少呢 就我买那个房子的房价是2万 涨了5倍 当时我也觉得非常吃惊 哇 涨了5倍 因为那些年我们的工资 没有什么大的增长 有增长也是很小幅度的 比如从3500涨到4000 或者4000涨到4500 顶了天了 那么然后这个 你涨了个20% 30%的工资 但是房价涨了5倍 这中间差多少 这么涨下去 这个房地产能不崩掉吗 所以按照西方的学者 你说他理论对不对呢 是怎么回事 但是 中国的经济体制就决定了 政府也好 中共也好 他们觉得房地产原来是这么赚钱的一个产业 它可以在里面卖地啊 税收啊 这太赚钱了 所以他会想尽办法来控制这个房地产的发展 想尽办法让房地产一定要往上涨 就是到这种离谱的时候 还要往上涨 而且还要大幅度涨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是很多西方学者 他说这个你按照市场规定做不到啊 他根本就不是市场规定 他第一步 控制媒体 所有的媒体 不论你是什么出版的也好 影视也好 包括新闻也好 你只能讲房地产涨价 不能讲 他不涨或者降价 天天讲 房地产还要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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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脑子里面就灌输了这种观念 他还得涨 那么一涨 他觉得怎么样 他就在买啊 因为你不涨 他就 你不买他就涨 那怎么办 一来又贵嘛 但是你不可能很多人去买啊 因为你这个 你涨价了 人家付不起啊 怎么办呢 好 他又来第二个办法 什么呢 搞这个叫美其名曰 叫城市改造 或者叫旧城改造 他把什么呢 他把这个 一块地方啊 比如这个让房子比较老了 大家其实看到美国来看说啊 这边还有五十年一百年的房子 那在中国早就给拆掉了 政府给你拆掉 哪要你自己拆 然后 一个老城区改造 一下子 拆掉多少呢 拆掉十几万户 甚至几十万户 然后呢 给你一些拆迁补 补偿款 比如三十万五十万 八十万一百万 甚至多一点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钱拿去买房子的首付 肯定是够了 那有的可能还能付到百分之四五十 那余下来就自己还贷 那么这些人 因为房子被拆了 政府拆的 而且说是 这个旧城改造 你还 作为老百姓来讲 你还不得不配合 你没有权利去抵 也抵挡不住 因为那拆贴办 他有的时候 直接都是跟流氓混在一块 跟黑社会混在一块 来给你拆的 这里面也有很多黑幕 我就暂时不讲它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一个城市一下就多了十几万的刚性需求 而且这不是这一年 一个旧城改造 其实在 就像南京这样的城市 它至少进行了五年到十年 这每年就有十几万人 十几万人没法了 那么这十几万人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中共制造出来的刚性需求 但一个城市完了之后怎么办呢 它还会有城乡改造 后来还有这个什么 城镇改造 就到农村镇里面去建城镇改造 反正它这样的行为一直持续了 大概至少十年到十五年吧 这么一个概念 这是中共造的第一个刚性需求 第二个呢 它更狠 它通过媒体 通过一些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来造什么呢 造一种观念 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要结婚 你就必须要有新房 你不满新房 你就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婚姻 这简直是 胡扯啊 就是说 一个家庭是否幸福 它取决很多因素 难道怎么就这么单纯的个房子构上了 而且大家知道吗 就是在2000年以前 1999年 你去问那些事 你们能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概念 说没有新房就不能结婚 他说没有吧 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概念 那你到西方 你到日本也好 到美国也好 如果一个美国的女孩 跟小伙子说 我们俩结婚 你要没有新房 你就是不爱我 我就不能跟你结婚 我估计这个美国小伙子 肯定会觉得这个女孩子精神有问题 我刚刚毕业工作两三年 我哪有钱去买个新房给你 我们俩只能先结了婚 先租个房子 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呢 慢慢的看怎么样去看房子 工作几年之后 有一点积蓄了 怎么样去买个房子 然后收付 然后还贷 等等等等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呢 中共就炒 炒这种概念 炒到最后 整个社会好像形成了一种 那时候叫什么 叫丈母娘经济 就女孩子要结婚 丈母娘会问男方 你如果没有房子 婚就不结 这个现象在中国现在很普遍吧 怎么来的 你以为大家会想出来吗 对不对 其实你仔细的冷静想一想 没有新房子 结婚好像也是能结的 而且我们先从一个 先从一个实际条件出发 先结了婚人 会慢慢再攒呗 所以这种东西 其实外行人不知道 像我们做媒体人很清楚 这是炒作出来的 应把这个观念炒到你的概念 所以就造成了第二个刚性需求 怎么这种刚性需求呢 说是只要你结婚就得去买房 那么你买不起房怎么办 七大姨八大姑 家园父母 爷爷奶奶一起来帮你 付首付还贷款 然后去买房子 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一大批的房子 那么这两块刚性需求一撑 再加上大家脑子中觉得 房价一定会涨 这个完全脱离了市场概念了 市场经济有这么玩的吗 你也玩不起来 对吧 那么房价在这 继续往上涨 我那时候08年的房子是2万 到14年的时候 这多少呢 4万 那五六年又涨了2万上去 对吧 所以那么当这种刚性需求 一旦出现之后 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房价会涨 而且快速涨 而且这里面利润空间很大 什么会出来 资本市场 所以资本市场一看 哇这个钱赚起来太容易了 哇大量的资金就开始涌入这个房地产 第一个涌入是买房团 大家知道那时候像什么温州买房团 什么买房团 一买就买100套房子 然后买完之后 我今年不卖 我明年卖一年之后 可能我就能赚百分之四五十都有可能 所以那么还有的 就是说这个 所有的那个大企业 我那时候认识的民营企业老板 就做大的民营企业老板 他赚了一点钱 比如说我原来是做拖拉机的 我原来是做餐饮的 我赚了一点钱 怎么办呢 投到房地产上去 因为房地产赚钱快 然后去买地卖房 所以他那时候出现了很多 所谓民营企业的集团公司 所以他的集团他就是他做本业 他也做房地产 甚至还做金融 而且后来他发现 他房地产挣的钱 有可能是他本业的十倍 所以更多的企业 把他资金开始往房地产放 股市也开始把钱往房地产放 那么海外的资本也往房地产放 那时候政府正是 你想他那个房地产税收的可猛 然后这个卖地的价钱 是一天一个价往上涨 真的是背后乐开了花 那么整个一个房地产 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 就明明知道这个东西 完全已经与人们的实地收入 差得很远了 但是还是大量的人在吵 大量的人在资本的东西 把他往上拖 那苦的是谁呢 苦的是老百姓 因为特别富有的人 毕竟只是少数 大部分的民众 他就负担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到时候甚至喘不过气了 都觉得是完全是防毒了 但是没办法 这就是中国这种变态的一个经济怪态 所造成的这么一个后果 那么这个涨价呢 一直涨到什么呢 一直涨到大概18年左右 18年左右 那时候就说 那时候我的房子啊 已经涨到了多少 已经涨到6万 大家想我03年买的房子 到18年的时候 从4000已经到了6万 涨了15倍 基本上是15年15倍这么概念 就每年一倍的概念往上涨 你想这是什么情况 这种房地产 他要是还能撑下去的话 那泡沫会更不可思议了 这时候呢 其实呢出现了一些情况 一个呢是涨不动了 就他后面再涨的时候 涨不动了 但是呢 政府还想强力再推 让他再往上涨 但这时候呢 习近平说了一句话 说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那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发了这样一句话 那么他其实对房地产的 影响是很大的 他这句话对不对呢 当然对啊 房子本来就是用来住 不是用来炒的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对房地产来讲呢 有可能就是灭定之灾 所以他的这个讲话 和后来相关的政策 带来两个作用 第一个他确实制止了 房地产泡沫更快的 这个膨胀 因为如果说 现在已经膨胀15倍 对吧 那如果膨胀到20倍 25倍30倍的话 那时候那房地产泡沫 他还会炸 那时候炸的时候 整个社会影响更大 老百姓更惨 所以他现在呢 算是让他这个泡沫膨胀 减慢甚至停下来了 但是他带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旦房地产泡沫停了之后 他立刻马上就有可能会出现炸裂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房地产只要不涨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资本市场 资本肯定离开 为什么不赚钱了 如果你要稍微有点略微往下降价 那资本离得更快 所以当2020年 2021年的时候 当房价开始微微下降的时候 其实就是灭顶之灾就开始来了 这个泡沫就要破了 所以我开玩笑话 我说习近平这句话呢 也履行了他作为一个总加速师的一个 另外一个职责 就是这个在这方面 因为他这一家 他这一做之后呢 确实让房地产开始泡沫要破了 那么房价一跌之后就带来 你看今年出来的什么 断供潮 这个停贷潮 其实这个跟降价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为什么呢 如果原来房价还在涨 哪怕你是烂尾楼 哪怕我现在房贷还不起 但是我还会去还 为什么还了之后 我房子还在增值啊 对吧 但如果现在房子在贬值的情况下 那我再去还贷款 你烂尾楼我还在还 那这样的话我越还越不值啊 所以那么这个降价潮 它一定会带来断供潮和停贷潮 那停贷潮 断供潮之后呢 又会影响到价格和它的售楼会更糟糕 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现在的中国房地产已经处于崩溃的前沿 那么它有没有救呢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下次谈的时候 我从金融角度再来分析 就是中国会不会 中国政府会不会来救它 那是另外一码事 但是它已经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了 它再撑下去也撑不了太长时间了 所以你现在抛出来说房地产将要崩溃呢 我觉得倒是有可能的啊 但是它会不会引发金融海啸呢 这是可能性不太大 那么可能说人家里面说你看房地产崩了 那中国金融还不崩吗 中国的金融大家不要忘了它也是一个怪胎 它也是被这个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共严密控制的 它里面它的游戏规则也不是市场经济 但是我们今天呢最主要是讲房地产 它整个的这个这个为什么会这种畸形的发展 怪胎式的发展它给民众带来什么 其实中国的房地产应该说对民众来讲就是一种灾难 而这个灾难呢 它的起源就是中国的房产制度改革 大家知道在2000年以前 那时候中国的房地产那时候还是有什么 有福利分房 有单位集资建房 就单位如果有钱我可以集资建 建的时候卖个资源 都是很便宜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其实大家在房产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压力 但是后来搞了这个所谓的房产改革 所以房产改革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种全部推向于所谓的市场 其实又不是市场 其实真正最后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共本身 它的政府赚了太多太多的钱 那老百姓呢提供了太多的负担 所以呢这本身 我经常把那个中国房地产改革称为万恶之源 就它造成了后面这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啊 中国这个经济怪胎的其中一个环节房地产 那么下面呢我想后面再找时间 有可能在下周 我在找时间来专门再讲一讲 中国经济怪胎的其他方面啊 包括金融啊 包括这个制造业企业啊等等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怪胎 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你点赞啊 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同事也给我们留言 我们好好进行互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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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